感恩大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师大悲卢太长 孩子和我的业障我们自己背 我两个孩子都生了重病 请大 两个孩子都生什么 生了重病 我看看啊 几几年属什么的 我女儿是97年属牛的 还有一个呢 是2000年属龙的儿子 哎呦 全部都是脑子出毛病了 对对 两个孩子有四个灵性 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们 儿子病还轻一点 女儿病重 女儿身上有三个灵性 儿子只有一个灵性 对不对啊 对 所以当鬼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自己不知道 你们想想看 当你们发脾气的时候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所以很多灵性在身上的时候 你就控制不住自己 一定要发出来 一定要发脾气 所以一定要懂这些道理 明白吗 你好好的给他们念经了 有的念了 是 我帮他们念 我先生跟我一起 儿子念了三百多张 女儿念了两百多张 女儿给他多念一点 是 好吗 请 你要注意啊 我告诉你啊 你都有忧郁症啊 是 如果不是念经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也崩溃了 看见了吗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 这种病没有办法看的 这种病 你到医院里 医生都没办法给你配药的 明白吗 所以你要自己好好修啊 你要赶快的多忏悔 家里家国家族里边有过杀业没有啊 我所知道是没有 开过饭店吗 没有 那自己可能家族里边有问题了 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以上 发生这些情况 都是家族性有业障的 明白吗 明白 那么你们家里应该吃素了 我们全家已经吃素十几年了 两个孩子都是台里素 你现在要完全转向心灵法门 是 因为你过去是学过其他法门的 是的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有时候没有办法了 吃素是好事情 明白吗 明白 除过其他法门也是我看到了 但是有时候身上有灵性 这个事情只能念小房子把它削掉 非常重要 你这个人很傻的 你不是不止被人家骗一次了 你听得懂吗 你全都给人家骗过 是的 我告诉你 你傻得不得了 你两个孩子你必须让他们晒太阳 是的 好吗 好的 多给他们晒太阳 多给他们那个 让他们拜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你要跟观世音菩萨说 请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他们两个 让他们灵性能够早一点离开 我给他们一个念八百张 一个念七百五十张 哪一个 女儿念八百张 好的 儿子念七百五十张 好的 好吧 好的 你的儿子现在脚啊 有点怪怪的走路 对 对 大家看到吗 好了 然后放声要给他们放多少 放声 给女儿放 要基本上要八千条 好的 儿子只要五千条不到 好的 好的 好吗 好的 你这个人呢 自己要好自为之了 好好听话了 脑子不要乱想了 是的 你这个人一到晚上 走道上要把灯打开 明白吗 明白 你家里经常有灵性来的 还有 我看你家里有一些东西 不要再放了 就是过去供过的一些东西啊 什么东西 包括画了 有人头的画了 还有马啦 这些都没有 画有吗 画 也没有 以前我们家供过那个心经 挂在墙上 后来现在换成大悲咒 拿下来了是吧 对 红布包好 红布包好 明白吗 明白 还有我看你们家进门的时候 进门的左手边 好像还有一样什么东西在那里 不是太好 是个鞋柜 鞋柜上面有东西吗 放一个台立 台立是吧 对 有没有什么树像啊 一个动物啊 一个形象啊 放在那里的 没有 没有是吧 没有 可能就是鞋柜啊 可能鞋器才重 所以看见这个地方全是黑的 那有什么办法化解 很简单了 把不穿的鞋子全部藏起来放到里面去 放到后面仓库里去 好的 尝试去 经常穿的鞋子放在外面 明白 你这样的邪气就不会太重了 臭啊 明白 明白吗 所以佛的佛台边上不要放这些东西 好吧 还有不要神经叨叨啊 明白吗 好的 谢谢 你非常神经叨叨 引鬼的 你忧郁症很厉害的 明白吗 明白 听话了啊 好了 感谢 感谢 多佛台长 感谢